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到访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开启了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 这是普京自今年的3月再次当选总统以来的首次出访 也是最近一年来在俄罗斯与沟州的关系不断紧张的形势下 普京首次到访西欧国家 相比眼下紧张的俄欧关系 普京辞访显得相当轻松 刚抵达就在奥地利总理库尔茨的陪同下 欣赏了一场小型音乐会 这个13岁的小姑娘有着小小莫扎特的美誉 为了迎接普京到访 小莫扎特特地奉上了一曲 俄罗斯名曲《莫斯科江外的晚上》 熟悉的旋律 娴熟的演奏 听得普京频频点头 面露微笑 轻松愉悦的氛围也延续到一整天的会晤中 奥总统伴德贝尔 总理库尔茨 分别与普京进行会谈 澳方表示将继续深化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并呼吁欧盟与俄罗斯改善关系 适时解除制裁 对于欧盟的制裁 普京也强调 所有出于政治动机的制裁都是片面的 事实上 奥地利与俄罗斯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 经济因素上 奥地利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比较大 政治因素上 奥地利一直在俄欧关系中处于中立地位 在之前的前俄特工在英国中毒事件中 奥地利并没有追随大多数欧盟国家驱逐俄外交官 此外 奥地利右翼政党去年赢得大选 在执政联盟中不乏普京的支持者 此外 也有分析认为 普京此时出访 一时为即将开幕的俄罗斯世界杯营造和睦氛围 另一方面 也是希望向欧洲其他国家发出信号 那就是与俄罗斯的合作是必须的